明天就是国会职权修法的表决大战了 那可以看到现场呢 国民党团是已经先站好了位置 除了有桌椅啊 还有一些湿纸巾 咖啡 防蚊液等小物品 看得出国民党团这一次也是做足了准备 那么这一次的修法 其实也算是至关的重要 因为除了有立委行使的这个调查权 听证权以外呢 还有刑法增定的这个藐视国会罪的案 所以算是相当的重要 那一场内 国民党团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过一场外呢 民众也开始集结 待您一窥的关心 我晚上我还是留在台北啊 我明天还继续参加 这种不是民主啊 也没有经过讨论啊 什么都没有 只要靠人数多 其实我本来以为的民主叫做 少数服从多数 然后多数尊重少数 这是我以为的民主 就来到这里立法院以后 这个民主都倒过来协了 那某党他现在已经不是国会 多数的时候 他也是叫你要听他的 所以不管人数多或人数少 他都叫你听他 其实这不叫做民主啊 可以听到民众呢 是痛批说这是多数暴力 不过呢 国民党立委 吴仲宪也是表示说 这些表决其实有经过 多次的公听会 那就看明天的议事会如何进行 对 好